大家好,我是包博 大家好,我是蔡元M 我們今天要介紹什麼呢? 吉祥寺的少女路線美食新城 就讓我們體驗一下少女心噴發的一天吧 GO! 我們現在從北口出來 然後來到了戴一下改雙店街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第一站的義大利店店 我們來到了Hirata Fasta 天啊,現在還沒有開店就已經排隊排成這樣子 半熟蛋和雞的火腿的沙拉 這個是10種野菜和生火腿的沙拉 吃出來它這個野菜是非常非常的新鮮 其實麵超Q的 因為是生義大利麵 不是那種乾乾的麵條 這家也有提供冷麵的義大利麵 它那個酸酸甜甜的 然後加上那個就是冰冰涼涼的冷麵 口感非常的好 然後非常的下甜 我們現在來到一家超級童話風格的 Tatifnat咖啡店 這個是濃郁生巧克力燒 那布朗尼就是超級有點濃郁 然後在入口即化的感覺就不用咬了 這是脆脆的七楓橘子蛋糕 我們來吃吃看吧 那個脆脆的那個餅乾吃起來好好吃 然後再加上那個軟軟的七楓蛋糕 巧克力比較沒有那麼甜 所以如果怕太甜的人 可以來吃吃看這一道 我們現在要去景之桃公園 但是在路上呢 這邊有很多古著墊大家可以來看看喔 現在要做什麼活動 洗錢 洗錢賺大錢啦 洗錢賺我們去 可以喝下午茶 吃嗎 現在我們來到了景之桃公園旁邊的chai bread 那這家呢外帶跟內用都可以 我們來內用看看吧 耶 我們的chai來了 乾杯 哇它加這個香料啊 非常濕滑 好入口 好喝 本來是蜂蜜檸檬口味 所以超清爽 吃完了冰冰涼的chai之後呢 我們在附近找找看有什麼好吃的東西吧 我們現在來到一家咖啡跟藥膳的bar叫zenna 這裡的露台 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風景喔 有景之桃公園還有附近的街道 我們現在在吉祥市啊 逛逛也餓了 對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一家叫做洞窟草的咖啡店 來吃飯 我們現在進到這個環境啊 真的超像洞窟 它的牆壁其實也是石頭做的 然後這個菜單啊 它整個是木頭做的 然後這是 它這個是用餅做的 真的是非常用心的一個設計 我們現在來試吃 洞窟草的招牌菜色 洞窟草咖哩 它咖哩的口味非常溫順 那是屬於比較甜甜的口味 那再注意看這邊上面 這個是葡萄乾 所以葡萄跟咖哩配合在一起的時候 又是有不同的新鮮的口感 所以葡萄跟咖哩配合在一起的時候 吃飽了 我們去小煮一番吧 GO 我們現在到了Harmonica恆廳 這邊有很多超級Local的小店 那晚了一整天 我們到今天的最後一站啦 這是日本酒專賣的 最後一站 MOTO 這家有什麼樣的特色呢? 主要就是聽說這裡的日本酒 種類滿多的 等一下來點一個喝喝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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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几小时间唱的路线美式行程 其实不但女生可以参加 男生也可以体验哦 我是包博 我是海元 大家下次见 拜拜 对了 对了 对了